欢迎各位又全面进场 在这一节我们一起去跟进一下中美关系的最新情况 话说在昨天台湾有媒体就爆了一宗消息出来 他们就宣称说美国前驻联合国大使克拉夫特访问台湾的行情 突然之间被拉倒了这件事就另有内情 事源在今年一月初的时候 当时特朗普仍然是美国总统 时任国会卿蓬佩奥曾提出说克拉夫特将会访问台湾 但是后来忽然之间被拉倒了 当时都众说纷纹 但是昨天台湾新新闻和台湾《苹果日报》有消息出来 说因为美国受到了中共的军事威胁 所以就取消了这一趟访台行程 到底这篇报道所说的事是否可信呢? 在讲下去之前 首先就要呼吁各位又 记得免费订阅我的频道 多谢大家的支持 我们先去看看 到底台湾的媒体所爆出来的内幕消息是怎样说的 他们就宣称 时任的国务卿蓬佩奥 是持续坚持强硬抗中的路线 不单止在今年一月初的时候 解除了美台高层官员的交往限制 随即又宣布了克拉夫特会访问台湾 后来美国国务院就说 为了致力确保未来能够顺利交接政权 决定取消官员出访的计划 其中就包括了克拉夫特访台的计划 只说到这一段 其实他所说的都仍然是可信的 因为纯粹是在聚述的事实 当时不单止是克拉夫特访台的行程 是受到阻碍的 甚至乎蓬佩奥本人 他本身都打算说要出访欧洲的 他自己的出访行程也是受阻 当时就有一个说法出来 为什么美国官员外访的行程 忽然之间全部都抓到了 就是跟蓬佩奥遭到部分欧洲官员 他见是有关的 翻查当时路透社有一篇报道说过 说卢森堡外长是拒绝跟蓬佩奥会议 为免出现一种尴尬的情况就是 蓬佩奥的外访遭遇挫折 反而克拉夫特去到台湾 肯定会受到热烈欢迎 变成了一个很巨大的落差在 所以一拼所有外访行程都抓到了 我认为路透社这个说法 你不能说他完全没有基础 但是昨天台湾的媒体提供了另一种说法 我们沽网听之 听听他到底怎么说 台湾的新新闻声称 说今年的1月7日到10日 大陆方面透过外交管道 向美方强烈抗议 但是不成功 北京的高层最终决定要以军事行动回应 去到1月11日的时候 老解就透过中美两军的联系机制 告诉美国国防部 没有办法容忍克拉夫特访问台湾的行程 因为会损害到中国的主权和利益 老解就强调 当这个克拉夫特的美国专机抵达台湾附近的时候 解放军的战机也都将会跟美进入台湾的领空 以便宣示主权和中国的立场 如果在过程当中遭受到台湾军机阻挡的话 就不排除会开火 台湾媒体同时引述消息人士指出 说当时美国国防部正在忙于权力交接 就估不到大陆的反应会如此激烈 有官员尝试和老解的高层沟通 但是遭到拒绝 消息人士引述了美军印太司令部的评估 就说如果要保证克拉夫特大使那台专机 可以安全降落台北的话 就只有动用美军护航 但是中美两国空军将会发生军事对峙的风险 就算改由台湾的军机全程护航也好 情况只会更加棘手 一旦老解的战机大举跨越台海中线 向台湾方面进逼 恐怕会跟台湾的战机在北台湾的空域引发战火 到时美国的专机一样是降落不了台湾 我就认为这个说法究竟是否可信呢? 首先来说 你说蓬佩奥他坚持强硬抗中的路线 这是事实来的 但是当他提出 说克拉夫特大使将要访台的时候 难道他背后没有一个通盘的考虑? 他完全没有顾及到大陆的激烈反应? 我这方面就不太相信了 当时蓬佩奥为什么要刻意安排克拉夫特访台? 其实他的目的只有一个 就是要刺激大陆的神经 他没有理由在决策过程当中 完全忽略了大陆的激烈反应 然后很草率地宣布了克拉夫特访台 这是不可能的事 美国政府在决策过程当中 有什么可能是这么仪欺才行? 如果这篇报道所说的东西是属实的话 其实大陆可以说在一场叫做胆小鬼博弈当中是赢了 因为其实大家就是斗胆大 现在你这篇报道所说的东西就是说 蓬佩奥到最后就是set back了 他是转弯 他就是拉倒了克拉夫特访台 那就是大陆赢了 这篇报道你变相是等同于 好像帮大陆在做啦啦队一样 因为按照这篇报道所说 就是说大陆他们就是反过来成功地试探美国的底线 因为原来当大陆威胁到要出动老解派去台湾上空的时候 美国就不会站得那么硬正的 美国甚至乎就连克拉夫特访台的行程都取消了他 同时也是告诉别人 原来蓬佩奥他在决策过程当中有一个很严重的漏洞 就是当他想到那样东西他就先说 原来他背后都没有做到一个通盘的考虑 但我就会质疑了 到底这篇报道所反映的是不是事实 美国政府有没有那么漏洞啊 说了出来才算不是吧 他在做这个决策的时候 他一定是想过很多的因素 包括就是来自大陆方面非常之强烈的反弹 美国一定会有想到是不是 虽然这篇报道就说 美国的防暴当时就想不到大陆的反应会那么激烈 这些是多余的 人家在做一个沙盘推演的时候 他一定会想到很多不同的情景出来 他怎么会想不到那么激烈呢 现在他这个情况有多激烈呢 就是说派军机去台湾 有多激烈呢 胡锡进都打了开口牌 如果台湾媒体这篇报道是属实的话 其实也是代表着 美国在台湾那张底牌 就被大陆看穿了 不过意义的 这篇报道我就很质疑 因为美军整天去派遣那些 航空母艦战斗群 去南海巡航的时候 原来他做那么多事 到最后那张底牌就是这样的 我真的很怀疑 到底这篇报道 那个准确性是有多高呢 当然 你问我的话 中美在短期之内 会发生正面冲突的机会 我一直认为都是不高的 而且我认为在这一两年之内 暂时应该不会有这样的情况发生 因为一场战争真的要爆发起来的时候 他怎么都会有些迹象出现 现在正正就是没有这些迹象出现 当然很多人看到的就是 现在中美两国在军事上 都有剑拔老张的情况 不断的曬马 海军 空军 各样的事实上就是有剑拔老张 但就算在美苏之间 当时一样有剑拔老张的情况 甚至乎古巴有导弹危机 最后过了几十年 都是在美苏之间 没有爆发过任何一场战争 所以 剑拔老张就还剑拔老张 爆发战争就还爆发战争 其实就是要拆开两件事来看 我认为 好了 到现在这一刻 大陆已经在香港实现了全面的管治权 当然大家估计得到 下一步可能大陆就是会向台湾方面出手了 到底大陆会不会真的武统台湾呢 我自己到现在都认为 最关键的因素仍然都是美国的因素 因为大陆之前一直在试探特朗普政府 究竟当大陆出手的时候 美军会不会是出手帮助台湾呢 当时就算是蓬佩奥这些强硬抗中的人物 他都没有是很斩钉截铁白纸黑字 这样说明说美军一定会帮台湾的 他只是作出了一个 近半个世纪以来对台湾最怒骨的暗示 蓬佩奥当时就说 美军是不会对于台湾的情况坐视不理的 他就是说了这么多 他也是 当然了 现在换了戒之后 到底新任的国防部长奥斯丁 或者是新任的国务卿布林肯 他有没有再作出类似 对台湾这么强硬的宣示呢 暂时真的未见到有的 没有就没有了 有就没有 我们就很忠于事实的 我们就不会去专门在那里乱灯 或者去帮忙吹捧那样 有那样就说那样 有碗话碗有碟话碟 最好的 对不对 事实上 美国对于台湾 就未有一个很强烈的宣示 大陆肯定就是会持续这样 来到去刺探美国的底线 等同于当时在特朗普政府执政的时期一样 大陆也是会不断地刺探他的口风 究竟如果真的没有统台湾的时候 美国会怎样做呢 这个是很关键的 因为大陆他也要确认得到 当他真的要实施这套计划的时候 不会半路钟头会有第三方的势力介入 如果有的时候 我相信他本身第一次就不会先动 这个就是我的看法 当然啦 有些评论员常常说吹嘘南海怎样会打仗 一会儿又说 看到克拉夫特不访台 就说 原来美军都未准备 这些全部都是废话 而且这些也是自打嘴巴 一时又说南海就快打仗 一时又说美军和他的盟友未准备 那你开哪个饭 实际上来说 拜登上任第一天就已经出兵叙利亚 如果美军是要坚决做的事情 他没有可能是不会去做的 只不过是看他到底有没有这个决心 和有没有这个必性的把握 他去到敘利亚那里 他赢了 他派那些战机 不断狂轰濫炸 那他就会照去咯 那你不见到拜登缩沙在敘利亚那里 其实很多美国人都在质疑 为什么你上任第一天就已经要出兵去叙利亚呢 到底叙利亚有什么迫切性 要你第一天上任就出兵呢 反而来到说 喂 面对着缅甸现在这个情况 喂 只是说句话 The world is watching 就是说全世界在那里看着的了 那你就一路注视一路看 你看什么呢 对不对 那你对着叙利亚 你不说同一句话 这些就是很没说服力的嘛 所以有些人常常说 吹嘘南海打仗 南海打什么仗 是不是先 你打仗 我常常说你要有那个土壤 你要有那个迹象 你才可以说的 现在根本上都没有 喂 去年为什么有些人在那里吹说 喂 南海可能会打仗呢 就纯属是因为那个所谓十月惊奇的效应 现在都过了 是不是先 还打一条毛呢 所以喂 就着个事实来到去作出评论 是很紧要 现在变成是凭空想像 我觉得这些节目是很无谓的 也是在骗人的 好了 这一节讲到这里 多谢大家收听 拜拜